現在3月27號 星期一 下午12點 站在元朗這條街叫鳳群街 那裡就是鳳琴街 後面這間文樂餐廳小廚 剛剛成交了403百萬 很快很快成交了 我跟租客聊天的時候 說業主很好人 但也遲貨很多年的時候 租金之前很傷疑 他也很擔心加租 他一直都很想買店 所以說希望新的業主不要加租太多 讓他走路 但有時都明白比較困難 甚至是被他投資了一份店舖 日後升值的時候也有份 因為這間店舖原本在對面的副都餐廳的位置 做開的 在2003年開始 那時候沙士就搬過來這一邊 大間小小的店舖 但要給個分數的時候 403百萬的時候 一厘回報 記得剛剛放出來0.9厘 現在就一厘成交了 我給個分數就給個7分 因為抵抵抵抵抵 我都覺得好東西 附近的時候在雞地 我都覺得 我都不撿輸了 買了一間小小的串燒店 900萬 這個4千多萬都是好東西 那幫你分析一下這一間的店舖 好 看著這個位置 前排全城不斷推 很多人都在推銷這間店舖 剛剛成交了 就先讀地址給你聽吧 新隔元朗的鳳琴街22號 金龍樓地下20號鋪 面積很大間 1,300呎 建築面積 實際上去量度一下的時候 都整個38乘34呎 38呎闊 34呎深 賣了價錢的時候 就叫4500 然後成交了40,300 很快賣了 就一聲就賣了 這數回來了 一厘啊 你不相信啊 一厘啊 叫價的時候零點幾厘 這間餐廳的時候 說的租金是3萬5千元 看一下樓上的環境 3萬5千元的租金 去到2018年10月份 旁邊的時候 我想你也知道在YOOHO 就落成了這間餐廳3萬5千元 沒理由 就超級嚴重偏低了 沒可能 業主的時候開了很多年 市場上都沒有放手歌 人家叫做儲女貨 真是 好 這一間的店鋪 我們現在站在這裡的時候 就是鳳琴街 外面那邊就是鳳琴街 先安裝一下餐廳 之前安裝餐廳 看看圖籍 就是在這個角落位 手指指住那邊 還有看位置圖 圈著的位置就是購物的位置 那邊是南網馬富銀的環境 那邊有一個垃圾站 這邊有一個涼茶店 剛剛開的也是 這個萬風商場有很多吉舖 但是這個公園仔 那邊的時候 雞地這裡 我最近也買了一間店鎮燒店 OK的 雞地這裡不錯 這裡的時候也有很多人打 這間餐廳3萬5千元 沒理由 這麼大一間餐廳 不可能3萬5千元 說真的 揹上去10萬8萬 十幾萬 我覺得都不疲 裡面的環境 稍微看看 裝一下裡面的環境 這裡裡面是這樣的 好 稍微再裝一下裡面的環境 都給你 不過只要支支 看看 裡面有很多人吃東西 在裡面 看看 現在剛剛沒有Lunch Time時段 好 再看看 這個就是鳳琴街的體育館 轉回來這裡的就是鳳群街 這裡有一個教會的 叫做神召會元朗錦光堂 再來到這裡 就是這裡看到一個位置 就是那個文樂餐廳小廚 剛剛跟別人聊幾句 他們都非常擔心交租 沒有辦法 就是這個現實環境就是這樣 那麼大間 沒理由3萬5千元 這麼說極都不通 那 就好像做業主很差 或者賣了就要加租 不過就有時 商業社會 OK 好了 看到這裡差不多了 那就 麻煩你 好 最後要我給個分數的時候 這個位置40-300萬便宜 雖然這數回報很低 1厘 不過我覺得很便宜 我會給他7分 因為這麼大間店的時候 日後變成租金 加上去 我又不想說到 加到多少好像很差 不過我覺得OK 你元朗4千多萬 你買些甚麼 你出去市中心 大馬路 教育路那邊 根本沒有東西好買 那邊廣告一下 過億過億 這裏雞地元朗 就是YOHO的時候 一大堆又會落成 新的shopping mall 新的三期四期又來 我覺得OK的 這個位置OK的 我覺得7分 好厲害